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同学可能会问 我们不是在讲明暗调整吗 怎么又进入到了选区呢 这不单是因为选区 是我们整一个PS课程的核心和重点 而且正在于选区 实际上是融会到PS的工具 和各式各样的命令制作中的 或者换而言之 我们学习各种的绘图工具 调整工具 学习各种的调整命令 都是为了选区而服务的 那么下面 我们就将结合刚刚所介绍的调整图层 和图层蒙版 对选区进行更为深入的介绍 请大家还是打开 我们的教学示例图片 从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养成一个比较好的操作习惯 对于一张打开的图片 我们首先使用Ctrl J 或者Mic的Command J 先为我们的背景图层 新建一个拷贝 背景图层现在可以放心地点击 眼睛图标 把它隐藏起来 备用 虽然我们一直在进行非破坏式修图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留存一份背景信息 以备日后使用 那么对于现在 获得的这个图层一 让我们再次添加一个 色阶调整图层 刚刚说过 任何一个调整图层 都会附带着一个图层蒙版 它显示在这个调整图层 标志的右边 默认情况下 这个图层蒙版 呈现出全白色 也就是 它什么都没有蒙 这也正是蒙版的最初的含义 所谓的蒙版 也就是告诉PS 我们使用蒙版来蒙蔽图片的某个部分 那么被蒙蔽起来的这个部分呢 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 由此我们可以做到对图片部分的修改 简而言之 我们可以通过图层蒙版来具体的限定 我们要修改的范围 那么建立图层蒙版 其实有两种方案 那么为此 我们取消刚刚尝试建立的这个调整图层 再来一次 这一次 我们首先使用选择菜单 主体 让PS 智能地帮我们猜测 这张照片中的主体 也就是位于前景的这只猫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猜测的效果 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 因为猫的耳朵后面 正好有一朵比较亮的花 而这朵花呢 和前景的猫的耳朵 处在差不多相同的亮度水平 所以它也被一并的选择了进来 不要紧 我们可以试试看 如何使用图层蒙版的方式 来方便地修改它 在已经有了这个基础选区的前提下 点击新建 设计调整图层 这个时候 刚刚的选区 就会被自动地载入到图层蒙版之中 再一次重温一下图层蒙版的含义 黑色也就是被蒙起来的 被遮蔽起来的区域 也就是不会发生效果的区域 而白色 就是不被遮蔽起来的 或者说是显露出来的区域 也就是会发生效果的区域 那么现在 当我们点击调整图层的图标 在属性面板 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那么很明显的 现在就只有白色的区域 也就是作为前面主体被选择出来的小猫 以及被错误选择的后面的这个花 会得到调整 而图片的其他部分 则完全不动 因此刚刚实际上 我们介绍了两种不同的建立图层蒙版的方式 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如果一开始没有选区 那么你新建的调整图层 你将获得一个空白的图层蒙版 你可以对这个图层蒙版 再进行后续的修改 而如果你首先已经有了选区 那么新建的调整图层呢 将会把这个选区自动的作为图层蒙版 而载入 具体选择哪一种方式 也要看你的需求和目标 在我们的这个例子之中 我们用第二种方式 使得首先再入一个粗略的 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不是很完美的选区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对这个选区进行修改 那么请大家跟着我一起 把鼠标定位到图层蒙版 取一 也就是使得图层蒙版的缩列图 周围有这么样一个方框 这就表明我们开始修改 这个图层蒙版 那么接下来你所做的所有的操作 都只会对图层蒙版生效 比方使用画笔 使用黑色去进行绘制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 在图层蒙版上 把刚刚错误选择出来的 小猫耳朵后面的这个花瓣 填充黑色 使它被遮蔽起来 那么在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按下一个快捷键 反斜杠 也就是一般位于回车键的上方 通过红色的指示色 来方便地看到 你的蒙版区域是否符合要求 然后再调整你的画笔 做非常细节的修改 比如在这里 小心地涂抹掉 小猫耳朵后面的花瓣 而如果你一旦涂抹出错 不要紧 请记住 现在黑色和白色 正好对应着 你所要遮蔽的部分 和你想要显露出来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按下快捷键X 将黑前白后切换为白前黑后 用白色的画笔 再把刚刚绘制错误的地方重绘一遍 通过反复的切换黑色和白色 以及反复的调整 包括不透明度流量 在内的各种参数 我们就可以逐步地精细地 把蒙版修改成 所需要的状态 当你觉得修改到了一定阶段之后 你就可以暂停下来 看看现在所得到的结果 是否如你所愿 现在我们就 针对这只猫 进行调整 比如大幅度地改变它的亮度 或者改变它的对比度 而完全不影响到周边 那么大家看到 主体选择命令 它智能是智能 但是它会带来一个非常突兀的边缘 比如在猫的右边 这点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在传统场合 我们就必须得使用语化 也就是选择菜单 修改二级菜单的语化 来进行调整 而当你使用的是涂层蒙版 这点就变得非常的方便 选择涂层蒙版 然后你会看到属性面板 也会自动调整到 涂层蒙版这么的一个修改状态 这里就有浓度和语化 两个选项可以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把语化 调整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比如在我们这张示例图片上 大概是处于六到十个像素之间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柔和的边缘 而这一点 和普通的语化都不同之处在于 这个调节完全是非破坏式的 也就是说 这个调节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更改 可以在任何时候反悔 甚至你还可以 对于你刚刚所做出的初步的结果 复制一层 取消刚刚那个调整图层的可见性 再去调整新的这个调整图层 比如在这里 我选择另外一个语化值 我不妨选大一点 比如选到二十三十 那么呢 你可以对这个图层进行命名 来帮助你记忆 那么我们现在就同时有了两个效果 可以方便的通过图层指示性 也就是可见性 来切换 所以说调整图层加上图层蒙板 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方式 能够让你获得想要的结果 并且不断的修改和对比 你所想要的结果 刚刚我们介绍了跟图层蒙板 相关的一些基础的概念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图层蒙板的具体操作 PS设置了大量的快捷键 来让你对图层蒙板进行修改 取消 复制 以及将图层蒙板 于选区进行切换 或者是转换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 首先按住Shift键 点击图层蒙板缩略图 可以暂时取消图层蒙板 也就是暂时取消它的部分遮蔽效果 其次 按住A 点击图层蒙板缩略图 可以直接进入图层蒙板的绘制界面 这个时候整个图片被图层蒙板所取代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图层蒙板的具体的效果 好 当你修改完毕之后 随便点击图标 或者任何的图层 你就可以恢复到普通的显示状态 去查看了 那么刚刚所介绍到的快捷键 反斜杠键 也可以使你同时看到图片和图层蒙板 这个时候图层蒙板 以某一种指示色的方式显示在界面上 而修改这个指示色 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蒙板选项 在这里选择你喜欢的颜色 以及你喜欢的不透明度 一般来说 我们会在这里选择一个 与你的图片相差非常大的颜色 以便与你识别 比如我们这张图片几乎没有红色 所以默认的图层蒙板 只是色红色 就非常的适合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比如说蓝色 比如说绿色 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里呢 就不建议你把它选成 我们图片中有的 比方说黄色 这个呢就会让你分不清 哪里是蒙板 哪里呢是你的原图了 好 那么现在让我们改回 默认的纯红色 也就是25500红 好 那么再次 图层蒙板可以非常方便的复制 这时候你只需要按住 按住A 拖动图层蒙板 到某一个目标图层 请看 现在图层蒙板 就方便的复制到了图层1 当然 如果你不想要图层蒙板 那么除了按住shift键 让它暂时 关闭之外 你也可以在鼠标右键菜单 直接选择删除图层蒙板 而将整个图层蒙板 完全的删掉 那么 以上的这些简单的操作 对于所有的图层蒙板 都是适用的 刚刚大家也都看到了 图层蒙板 不仅仅可以用在调整图层 也可以用在所有的图层 包括图层组 那么最重要的 在于图层蒙板 实际上正式选区 为了体现这一点 请大家按住C 也就是Windows的Ctrl 或者Mic的Command键 点击图层蒙板缩略图 这个时候 图层蒙板所对应的选区 就会被载入到图中 那么 你呢 可以选择另外的图层 然后使用我们 图层面板下面的第三个按钮 将这个选区 建立为新的图层蒙板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图层蒙板和选区之间的切换 如果你想要从选区 获得图层蒙板 那么你可以点击图层面板 下面第三个按钮 而如果你想要从图层蒙板 获得选区 你需要按下 Windows的Ctrl 或者Mic的Command键 然后点击图层蒙板 缩略图 那么下面 我们将借助一个综合的例子 来再一次看待图层 蒙板 调整图层 选区操作 的一个综合的试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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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